他们是乾隆帝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干隆帝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干隆帝驾崩于养心殿,中年89岁,妙号高宗,藏于玉岭。 干隆帝在位期间清朝国历,达到了康干盛世以来的最高峰,清朝的版图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大化。 他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继续殉政,实际行使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最长寿的皇帝。 他又是一位多情的皇帝,他的后宫中有三十多位妃品,一生共育有二十七个子女。 但在他八十九年的人生之中,只有这三个女人可以称得上是一生的挚爱,她们三人也是干隆帝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孝盛宪皇后生母孝盛宪皇后,纽乌鲁是满洲襄皇其人十三岁时入世拥亲王,处底康熙五十年生弘帝,即干隆皇帝雍正。 元年封为西非雍正八年封了西贵妃干隆帝即位后尊生母为皇太后赏徽号约重庆皇太后干隆帝对母亲孝敬有家士其为我母有言对尊干隆帝在位时,每一次出外巡游。 都要奉陪太后同行,平日与其左右不离玉万寿节碧帅王大臣行礼庆贺六十、七十、八十庆典一次比一次隆重,特别是太后八十大寿年已六十的皇帝还采一岛, 吴承欢西夏干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正月八十六岁的皇太后寿终于元明。 元中藏太东陵孝盛县皇后一生响尽了荣华富贵,她寿数之高,在清代皇太后中居于守卫。 孝贤添皇后傅察氏爱妻孝贤皇后傅察氏满洲乡黄其人孝贤皇后出身于一个累设高官的家庭,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正统教育。 贤于李婉端庆文静,申明大义十六岁时,傅察氏,就嫁给当时的四阿哥弘历,为嫡夫近这对小夫妻婚后,相敬如兵感情赌质十分恩爱干隆帝继位后, 立他为忠公皇后皇后资荣窑窍却性格恭敬。 平居贯通草荣花不欲诸语干隆帝对齐,每家敬服中爱一场, 但可惜的是在两个儿子皇二子永连与皇妻子永从,都相继夭折的打击之下, 傅察氏于干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三月崩始于东旬的豫州之, 上年仅三十七岁皇后之死给干隆帝的身心,带来巨大的打击他亲自料理皇后的丧事并护送皇后的子宫违返京城。 他为皇后定是好伪,孝贤,并未愁挫皇后的葬礼,不惜耗费巨资, 大兴土木共耗银尽五十万两, 美得皇后的近日干隆,无不亲临至迹风雨无足。 他对皇后的情爱之身有此而,只干隆在悼念亡期的树悲负, 终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丧气后,内心的苦闷孤独, 对未来无望的新静春风秋月,仿佛已经走到人生尽头。 爱女皇使女孤伦和孝公主,出生于干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母敦飞翁时, 自幼最为干隆所中爱公主貌类父亲性刚毅, 能歪刀功少长男装随上脚列吉父鹦鹉之计干隆曾说, 你如果是皇子镇一定立立为主,如若为皇子镇必立如厨也。 干隆五十四年公元一七八九年,和孝公主与和申之子风申因得大奔。 干隆帝赏赐了无数宝物赏赐公主的气,完珍宝价值树, 百万金零零螺绸断两千匹公主余归。 干隆特赐塔银三十万两之后,和申倒台时, 在公主几度恳求下加庆利财免封, 深阴得知最顾伦和孝公主出身显赫是于道光三年公元一八二三年九月中, 年四十九岁道光帝对姑姑一生的遭遇, 被感哀伤,亲临她的目前祭奠。